爱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修持佛法 菩提心 关怀众生 是让生命成长的 最好方法 即使一个人 什么学问都没有 但他的心 以解脱情绪化的思绪 他心中 就会获得 非常深邃的宁静 因为他放下了 自我中心的想法 所以没有寂寞 或消沉的问题 人生的真正快乐 始于爱惜其他众生 因为珍爱他人 就是珍爱自己的 最佳方式 无论何时你修行佛法 都是在累积善业 夜是确定的 善业一定会带来快乐 不仅是现在乐 还有未来 还有未来 多生 多世乐 一切 来不仅是在累的 一切种智 即所有大乘成就的根本 菩提心逝入大乘道 以达至无上正觉之门 慈悲心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安乐之源 也是一切友情的安乐之源 要让你的生活最有意义 有利益 就要以菩提心 最究竟的善心过生活 用慈悲心过日子 用慈悲心工作 用慈悲心面对死亡 用慈悲心修行 用慈悲心来享受生命 当困难临头时 要用慈悲心去经历它 只要珍惜其他众生 即使我们没有刻意 礼尽诸佛菩萨 也会令诸佛菩萨欢喜 协助其他众生 是对诸佛菩萨最好的供养 因为它圆满了 诸佛菩萨的愿望 慈悲心灵 慈悲心 慈悲能治愈人 诗与受者皆然 慈悲的力量没有边界 慈悲是最好的护卫 它也是一切治疗的源头 修行者最大的财产 就是慈悲 这是赋予财宝的修行 幸福之道 即使要培养慈悲心 以及无提心的利他德行 成就甚深平等忍 增长如空大悲心 尤灵敞 尝乐忍辱 浩游和法 安住此杯 喜舍中 永远不能放弃 对众生的慈悲性 要把众生看得与佛陀一样的尊贵 佛法有很多种法门 包括了数百种不同的真言和各种禅修法门 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的羞耻 以菩提心慈悲心 利益他人之私 所做的每一项行为 都会成为一切友情的安乐因 如何最有效利用我们的生命? 就是以慈悲和智慧过生活 生命的目的 不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获得自己的安乐 生命的目的 是要对其他友情有贡献 利益其他众生 无论是一位或许多位众生 活着的真正理由 是为了要帮助其他人 并引导他们 获得成佛的殊胜安乐 有人爱你是重要的 但是有人恨你更重要 每个人都爱我们的时候 就无从生起 忍辱这个珍贵的功德 生起把你的功德毁灭 把你日常生活乃至长远的安乐销毁 以刹那的诚信 将多结耽误你成就 诚恨是个大障碍 特别是对菩提心的生起 忍辱和悲心 是对自己及一切众生 最大的保护 心中无诚信 就没有敌人 心中有佛法 就不会受伤害 不为痛苦而烦恼 亦不执着快乐的人 能无碍的羞耻活法 解脱苦乐 抵达无忧之尘 我们每日24小时的所有行为 每一项都可以变成成佛的因 解脱的因 来是安乐的因 或投身于三恶趣的因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发心 我们众生的痛苦与安乐 都来自我们的行为 而这些页 又要看发的是什么心 持的是什么态度 所以修行要以发心为首 佛法是不可思议的保护 保护我们不受生死苦 爱自己 就是不要让别人恨我们自己 而能让别人喜爱 尊敬 信奉自己 如此 才是爱自己 疼爱自己的人 因实时累积功德 清修波罗蜜 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明静 光亮 又微得力 整天观想着 佛在我中 我在佛中 佛即是我 我即是佛 懂得修行 才是最好的生活 我们要以佛陀的生活 为典范 我们修行 就要以佛陀 为榜样 当自己的善知识 当大众的善知识 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生命的量 而是生命的值 换句话说 生命的深度 比生命的长度 来得重要 以宽恕心 来对待一切不平衡 不公平的事 自爱 自爱爱人 爱一切众生 自救 救人 救一切众生 要实时把握现在 处处活在当下 尽量 尽量避免造业 努力 种植 山芸 这是最 基本的 修行 放弃 参恶念 人 人 就会洋溢着 慈爱 与悲悯 就会 为众生 谋福利 因而 进化了 称恨 与 敌意 一个人 如果 由于恭敬 尊崇 佛法 而 变得 平衣 亲人 其言行 也因而 变得 友善 慈悲 我 便称他为 修行者 为了 个人的利益 应当 少欲 知足 安 自己的心 为了 众生的福利 要 尽心 尽力 安 他人的心 对自己 所拥有的一切 不论是 前世 名利 建树 等等 都 都 不要 患得 患 患 患 就能 活得 开心 与自在 最好的 发心 是要 为众生 成佛的念头 接着 是想 出离 生 死 的念头 最低限度的 清净发心 是指 是指 追求 来生 安乐 的心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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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电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 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 穷酸厨鱼 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 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 孤独一人 有趣多了 这里 大师傅 笑脸迎人 比起那 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 被宰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 我也度过了 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 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 聊天 谢谢您 让我度过 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 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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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快速升温 指挥中心已宣布 自3月21日起 全球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至第三级警告 请大家如非必要不要出国 以免搭击或出国期间遭到感染 提醒大家 所有由国外入境台湾的人 不论来自哪里 都必须接受居家检疫14天 居家检疫期间 请勿外出 违反者依法最高可除以100万元 最后恳请大家 目前是防疫关键时期 请大家不要出国 一起努力守护台湾 善用慈悲的能量 三宝门中好修复 特别是服务公共场所 大众共用的地方 是培养福报最好的机会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行为反作用力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尽力断耳修缮 慈悲一切 每一个人生活着 要对众生、社会有所帮助 活得才有意义 生命的生、老、病、死 是必然的现象 但以慈悲心生活时 生命就会充满动力 也就能够超越身体上的各种痛苦 时常安住于清安自在之中 并且平安吉祥的快乐生活 当我们被自私蒙蔽 厨师都以立即为动机 将会感到无比的恐惧与压力 若我们心怀慈悲 行事都以利他为动力 将会感到无比的自在与喜悦 休息慈悲、奉献 不仅限于宗教生活 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角落 无论家庭、学校或职场 皆因实践此慈爱之行 而慈悲除了对于世俗生活有所利益 对心理、生理等健康 也有很大的帮助 一切总之就是佛陀的圆满智慧 佛陀以大慈悲心为体 心心念念都是不忍众生受苦 我们以佛陀为导师 就是要追求佛陀圆满的智慧 以平等的慈悲心来对待一切六道友情 面对各种不同根气的众生 也要以善巧方便予以度化 这种智慧要以什么为动机呢? 要以慈悲心为动机 我为什么要研究佛经? 我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我想要帮助众生都离苦成佛呀 所以你就要保持在佛的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是有阿弥陀佛的心态来对待 你不会随着事情转 你骂我我会骂你 你动我我会动你 那你就变成轮回了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影响世界 所以我要像一朵花 每个人看到美丽的花 没有人会骂花的 我如果有一个菩萨心 我有一个菩萨的行为 每个人看到我就会有一个菩萨的感受 一样就像你擦香水 别人会闻到香的 你眼睛顿人家 人家感受到你生气一样 我们不要让别人感受到不好 我们要让别人事事感受到好的 所以要想说 释迦牟尼佛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他都是用这个悲心智慧去面对 去处理 去爱护 那我也应该如此 所以这个社会要和谐的 该红灯就红灯 绿灯就绿灯 人家开慢的跟着开的慢 你要跟人家一样 不要随便操车 不要随便按喇叭 就是这个意思 和谐 这个就是修行 可以鉄部 以伞生标志 比较盲 以伞生标志 比较盲 之类 以估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却无时空隙 生命殿势与您一同互生 祝您正得却悟